暖暖冬阳洒落林间 洛宇松五彩缤纷 台南市六甲区的洛宇松林 在这次寒流过境后 催红了五六成 文明而来 文明而来 很棒 很优 尤其是过年的向日葵都开的时候 一定是更是美景 六甲洛宇松从1月20号开始 举办为期一个多月的洛宇松祭 今年除了洛宇松之外 一旁还有全台最大的向日葵花海 很漂亮的 就是看别人拍照看起来很美 刚好几经过就停下来看一下 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红 我们的那个面积是最大的 有3000颗 有全国最大的 1.5甲的向日葵花海 即将在我们那个过年期间大爆发 波斯吉也已经盛开了 我们的油菜花也即将怒放这样 根据网路媒体统计 近一年全台洛宇松景点的网路声量 除了台南六甲的洛宇松森林 榜上有名之外 台中的泰安雨林洛宇松 以及南投日月潭湖畔的向山洛宇松 也很多人推荐 向山洛宇松还曾经被国外媒体CNN 评为世界最美的十大自行车道之一 这边很宽敞 大西的比较索小型的 有向日葵的那个 好像有不一样的风范 洛宇松向日葵 珍奇斗艳 连接脚步越来越近 民众想贴近自然捕捉没近 得好好抓准时机 欢迎新闻 陈燕蔚为住家松 刘北瑶台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